好 教育部推行一個 0到6歲國家一級養 廣告片 那引起爭議了 所以教育部就下架 而且道歉了 那到底那個片子什麼 我們看一下 媽 明天知道我公仔嫁在你家 幫我倒手一下 蛤 你要生這個什麼 換來錢啊 那當然買更有用的東西囉 影片中硬生生剝奪兒子的愛好 這可不是什麼家庭倫理劇 而是在宣導這個 0到6歲國家一級養 你沒看錯 就是教育部推出的 少子化政策廣告 在YouTube上引發網友討論 不然有人認為 歧視喜愛漫畫公仔的族群 也有人感謝教育部推動少子化 讓國家的小朋友越來越少 也有網友直言 看完就不想生了 這部由國民集學前教育署 推出的廣告 可是用了304萬的經費 被質疑是砸大錢歧視 是不是我們國家 現在帶頭歧視一些特定的興趣 或者是模型這樣的一個嗜好 覺得好像不登大雅之堂 我覺得這都是相當過時 而且落伍的價值觀 防槍走板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部影片內容中 情節明顯的去歧視動漫愛好者 而且也涉及家長 自意處置子女財產 不尊重自主權的問題 教育部應該要擁有足夠的 政府議題自知 說會把教育部找來說明清楚 但在立委開轟前 教育部就先發聲明道歉 腳本規劃造成不尊重漫畫 模型等多元休閒文化的疑慮 強調會下架廣告 未來也會審慎檢視 儘管廣告已經看不到 但當初想要宣導催生 現在似乎有了反效果 有明對這方面很了解 到底怎麼回事這是 不是 我覺得這個腳本 真的是寫得爛透了 第一個 一個花300多萬 好 大家都看到那個畫質了吧 然後那麼簡單的一個廳堂 然後那幾個也不是有名的演員 這個幾十萬能不能做出來 這絕對百萬以下的 甚至50萬以下可能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這個304萬背後 哪一家廠商得標有沒有圖利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今天在座有現任立法委員 還可以追查 但是我現在想來評論這個廣告就是說 你一個政策廣告 你總是要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主打這個政策 請問你剝奪一個 已經當爸爸的年輕男生 愛好公仔的興趣這件事情 跟政府幫你養孩子有什麼關係 那個毫無邏輯的事情 然後只是把台灣的男性 好像覺得他當了爸爸以後 幼稚化 對 真的幼稚化 好像他就是一個媽寶 一個宅男 他買一個公仔 還不敢給他太太知道 還要給媽媽說 我要寄到你家 然後他媽媽就覺得說 我好聰明 我把這個公仔回收 然後我把那個錢換去買奶粉 然後媽媽跟太太結合在一起 都覺得這個男人真是蠢 奇怪了 這種所以才會很多網友都績笑說 這個哪是促進生孩子 這個簡直是促進你不要結婚 不要生孩子 因為每個男人都很害怕說 我本來有的一點點興趣 我一結婚就被媽媽跟太太 聯手剝奪 然後我的人生就沒有趣味 事實上他整個講的阻止 跟教育部有關的是 教育部補助小孩 進幼稚園給你補貼1000塊學費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搞出一個這種腳本 我真的覺得教育部莫名其妙 我覺得民進黨立委 第一個他們抓年輕票 而且欺負教育部軟柿子 所以這件事情出來講 可是超私的蛋 影響了那麼多人過期蛋的問題 同樣出來罵的那幾個民進黨立委 有沒有出來罵過蛋 害怕成擊中 OK 這個跟教育部有關 因為我們在教委委員會 其實坦白說 教育部大概也沒想到 他會拍出這樣子的一個 很爛的宣導影片出來 除了這個0到6歲 那個國家養 一起養的這個部分 剛剛那個友平他有特別講到很多 大家也挖出了另外一部片子 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在講說 那個有小朋友去跟媽媽告狀 說爸爸要去買遊戲機 然後媽媽就凶這個爸爸 就說去買什麼遊戲機 就表示說 台灣的男生很可憐 就是說本來是希望說 能夠國家一起養 然後希望能夠多生一些小朋友的 結果我們的教育部拍出來的片 都是讓男生覺得很委屈 怎麼做都是有問題的 不能夠去買遊戲機 然後不能夠去買公仔 我在想說 教育部是不是覺得說 台灣的年輕人 如果生更少的小孩子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工作壓力會減低 我在想說他們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然怎麼會讓這樣的腳本出來 年輕的男生看以後都生不出孩子了 嚇死了 來 鴻偉 我其實看到這些 看到這些廣告我其實都滿緊張的 第一個 當然我還沒有小孩 但第二個我都在想 其實平常都在想說 那我還可以存一點什麼錢 去做什麼其他的嗜好 我覺得這個嗜好都被教育部 都已經這個摧毀光了 我說實話 教育部這個廣告 其實就是莫名其妙的四個字 你就創意大家也覺得創意是莫名其妙的 結果腳本也覺得非常奇怪 跟政策之間也沒有連結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教育部的小編出來道歉 結果剛才下午的時候我們看到 其實教育部長潘文忠 已經部長親自的在臉書上面 其實已經也道歉了 我覺得這道歉是應該的 第一個這不是只是小編的問題 這也不是只是發包的問題 這個腳本從一開始能夠過關 到最後這個內容能夠上架 這看起來是整個流程一定是出了問題 這部分一定是有相關的政策 或政治的責任 所以潘文忠部長 我覺得是本來就應該出來道歉的 當然後續的檢討 怎麼把這流程再更 讓大家把關的機制應該更嚴格 你要搞創意可以 但這根本是一個四不相的東西 我想大家沒辦法解釋 這根本沒有什麼創意 邏輯也不通 首先這個劇本之爛 這一家你看丈夫欺騙太太 都不敢買公仔 然後這個媽媽要欺騙兒子 把他錢拿去別的地方 這一家都有問題 然後再來其實 社福政策其實不太需要宣傳 因為真正懷孕的家庭 剛生寶寶的家庭 自己就會上網去找他有什麼福利 比如台北市就有祝你好運官網 裡面詳細羅列幾歲有什麼福利 是我在擔任台北市議會期間 積極質詢爭取要求改善 所以侯漢廷也是個好的台北議員 第二個重要 就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說 他的劇情涉及到什麼公仔 他到底宣傳了啥 他就是花了304萬 裡面講到一句有育兒津貼 我也講了300萬拿過來 對吧 就講這麼一句話就要拿300萬 所以就算今天沒有公仔的問題 這一支廣告以及他的花費 所有的都應該要譴責跟批判 這也不應該給本節目錢就出來 來 鳳姐 我實在很好奇 這麼弱智的廣告 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因為你剛剛講 我們怎麼看都連結不出那個政策 然後跟他所要訴求 他的這個廣告本身 歧視很多的嗜好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那個政策跟這個 整個事件的連結看不出來 不過我要提醒一下 這當然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可是比起雞蛋跟美豬洗產地 孰輕孰重 我認為雞蛋跟美豬洗產地 更嚴重 那麼粗糙的廣告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來 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選舉要到了 執政黨為了要拿行政的資源 就是要來炒作 他們的一些政策文宣 所以說各部會萬劍齊發 所有部會就是趕快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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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